哈国主教练朴中军 如今已经正式成为老天津拳剑 本赛季接下来的代理主帅 并且已经带队进行了第一次训练 本周拳剑将与复利进行一场焦点大战 两队目前都有暴击的任务 因此说这是一场生存之战也并不夸张 昨天普中军已经带领全界进行了首次公开训练课 并且和到场的记者都打了招呼 全界对战张璐说 主教练流很好 和大家融入的速度非常快 讲的东西也清楚 这有益于减少两国之间文化差异的磨合时间 现在球队的氛围也很好 关于和复利的比赛 王永泊说 主教练告诉我们不要想太多 拿出上一场比赛的态度 我们有信心击败任何对手 本场比赛米浩伦引伤无法出场 其他球员均可以出展 目前天津全界G28分排在中潮联赛的第13名 而广州复利仅仅仅比他们高出一番 在联赛还有四轮的情况下 这两支球队都无法确定保极成功 这两支球队都无法确定保极成功